美中科技战打得火热 华为25号在深圳举办了秋季新品发表会 中国官媒新华社也直播力挺 还请来了两岸三地的巨星刘德华担任品牌大使 无论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还有我钦佩的这些非凡大师 我们都讲述同一个故事 遭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公司华为25号 在深圳举办秋季新品发表会 推出全新超高阶品牌非凡大师 请到两岸三地巨星刘德华担任品牌大使 果然气势非凡 华为宣称这场发表会有140家媒体直播 连中国官媒新华社也直播力挺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 同时也是华为副总监财务长的孟晚舟 两年前的这一天从加拿大获释返国 政治意味不言而喻 我们先锋计划以来 我们产品上市广受大家的喜爱和信赖 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的紧急的生产 华为8月底低调开卖Mate 60系列手机 回归全球手机市场 其中Mate 60 Pro采用中芯国际制造的7奈米晶片 引起美国关注是否有违反制裁的情况 使得原本备受注目的顶级旗舰新机Mate 60 RS 在发表会上也是低调展示 传出售价约台币4.4万 另外发表会上也展示了13.2寸的MatePad Pro平板 跟首款黄金智慧万表等多项产品 华为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已经四年 这场产品发表会也展示它绝地大反攻的企图心 众和报道